中华职棒在船打假球了 那么今天呢已经开始收押了 包括了球员 包括了白手套 包括了千赌的这个周陶啊 那么遭到调查的球员 一个一个浮出台面 连大联盟级的这个曹锦辉啊 吕日的张志佳啊 通通都在调查名单上面 目前有三个队 九个球员被调查 并且限制出警 中华职棒二十年在船打假球事件 检方二十六号大搜索 至少搜了三只球队宿舍 九个球员被调查 其中兄弟相就有六个人 包括已经曝光 并且发声明自清的曹锦辉 另外还有投手吴宝贤 投手王敬丽 李豪润 柳玉展 以及捕手汪俊泰 新郎牛队的外野手谢家贤 内野手蔡宗佑 南宁熊队的旅日投手张志佳 也在调查名单之内 而其中也有球员曾经说过 绝对不会打假球 毕竟你打职棒也是 蛮长远的啦 只是你一时拿到那笔钱 还是你一生不能打棒球 这就会非常的遗憾 因为很对自己对过意不去 部分球员月薪高达三十万元以上 涉入打假球事件令检方相当意外 检方认定在今年五月到九月之间例行赛中 可能有九到十场造假比赛 其中有多场跟兄弟相有关 而检方也将在二十八号传唤相关球员 到晚调查 转新闻台北最后报道